為了要讓學生有一個安心的港獨的機會 市府有更叫特別安排到蘇吉港獨政材和黨 今天就在民地市政中心一樓大天的基盤 提供百萬的一塊 豈有幸福、輸到搭公的學生 我們今天一共有35個廠家來 主持公主的直接有175個直接 當然我們幾年半就會沒合 我們的行政能力投入了 所以我們一樣也有幫正規職場 正規職業的就業沒有的部分 一共有1700多個職業 除了提供到賺錢的機會 六甘宮也提出了救這隻 特別是剛才比也要入住的新鮮林 還有打工的工獨生 救這時候就要消心奉還到詐騙 注意到工作條件還有環境 進入公主之前來給大家 第一個我們這些青年協志要打工的青年協商 不要被騙了 因為現在還一樣有這樣做 叫保證監 叫什麼祝福 費用 那個你就要想一下 因為實際上實體公主真採也不能這樣 第二個 勞動條件的部分 都要做 都要緊照我們這個勞計劃 相關的規定 現在的基本工資是23100塊 當然實薪的部分150 那相關的加班的計算 還有假日都一樣要照勞計劃來 另外 勞工協也提出需要單位 因為工獨生對於勞工安全的地績比較欠缺 所以要加強到教育訓練 減少到直接的發生 以及各方的勞動條件 如勞時 車休和勞健保等等 都要依照到勞計劃的規定來辦理 我們從青年學生來暑集公讀的報道第一天 第一個 一定要加保 因為是大家風險就分攤的部分 因為有加保 如果在職場上發生 職災 勞保會給付 另外一個部分 一定要跟學生上課 第一天就要上課 把相關職場上 要至於道上的安全的規定 要給他做算命 因為年輕人可能也比較不知道 有時會似乎 因為不要說因為這樣的 今日職場之後 第一天或第二天就受傷 這樣對學生也沒有保障 我們共同呼籲 最後留工郷也強調說 只要工獨身有來上班 購助就要依法 入工資 復帖醫療 實習 還有企業 這些是財政未完 肉乾熱 維油 巨炸 負到工資 這些是減負到工資 而且不能比基本工資更多的規定 我們收看小明星 請問報道